指挥中心昨晚紧急宣布扩大居家隔离 一口气匡列5000人引发各界讨论 那么有民众说不逃疫情都已经延烧两周了 现在才要扩大匡列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这个病毒早就已经传了好几波 又民众气得大骂说 不该出现的状况都被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料中了 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新年礼物吗 1922防疫专线更是被民众打爆 有人打了十多分钟都没有人接 指挥中心也紧急增加到60人直击阴影 木桃疫情扩大隔离人数往上追加 导致1922防疫专线电话被打爆整晚战线 也有民众相当紧张 想知道自己在不在隔离名单里 但打了十多分钟就是没人接电话 即便到了25号早上 我们实际实测也是得一等再等 等了五分多钟终于接通 却还得先留下电话号码 等待专人后续回电 为了解答民众疑虑 指挥中心也紧急增加到60人直击 但还是无法平息民众怒火 有人直言指挥中心24号才宣布扩大居家隔离 真的有点太慢 我有点点错 就是临时被知会 因为一般家里不会有那样的隔离空间 那你可能要临时去找一个可以住的地方 一时间会不知所措 工作还是小朋友上课可能都会受一道影响 的确是有点蛮晚的 还有民众大骂不该出现的状况 都被前卫生署署长杨志良料中了 这难道就是我们的新年礼物吗 跟有人抱怨过年都快到了 现在突然临时宣布要隔离 这样怎么准备年货 如何去买菜 为何不早点通知 有民众说 妈妈这个月才因为心脏疾病住进不逃 自己又去陪病 如今都跟家人生活这么多天了 如果染疫早就互相传染了 更不要说不少人是家住桃园工作地在双北 那双北是否也该列为风险区 面对既然的通知 民众又错愕又混乱 如今晚洋补牢怎么补就怕早已为时已晚 最后报道